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今天我们要来挑战另外的100元吃三餐 看到标题就知道今天要来挑战XD计划指100元全家吃三餐 那这次跟上次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关东煮跟面类的 像是泡面或是关东煮我上一次有拍可以一次喝很多汤可以让自己比较饱 那也有很多人留言跟我说可以拿关东煮的汤然后加一大堆的科学面 这样子就会非常饱 那我们今天要来挑战的就是不吃关东煮 也不吃泡面 不拿科学面 也不加到关东煮里面 这样子能不能100元吃饱吃三餐哦 那这样的挑战当然是不能到超级饱 但是绝对可以吃出饱 就是让你一整天可以活动有能量 100元就可以让你的工作活动有能量 如果你是一个学生或是月底的小资族的话 这样子或许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给你一个帮助 OK 那我们马上来看今天的早餐是什么 今天的早餐我选择的麦香奶茶 最经典的my my dear friend 麦香奶茶10元 再加上杯子蛋糕cup cake39元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39块相对比较贵的 因为我可以早餐吃一个 午餐吃两个 晚餐吃两个 或是我可以早餐吃一个 午餐吃一个 点心吃一个 晚餐吃两个 或是我可以早餐吃一个 午餐吃一个 点心吃一个 晚餐吃一个 宵夜吃一个 哇 我有午餐可以吃啊 所以我觉得我只要有饿的时候就可以吃一个cup cake 吃一个杯子蛋糕 就让自己有饱足感哦 OK 那我们的早餐就是一个杯子蛋糕 加上一杯麦香奶茶 忘记讲现在是早上8点52 那我们来吃今天的早餐 非常干的杯子蛋糕 加个麦香奶茶 嗯 啊 赞赞赞 OK 早餐就这样 可以满足一个早上的能量 那我决定把麦香留到午餐晚餐 吃饭的时候喝 其他时间我就喝水 不然吃饭的时候没有配个饮料 有点不太对劲 好不好 其他时间我就喝水 那我们午餐晚餐的时候 我再来拿这个麦香来配 OK 那我们再看看午餐要吃什么吧 好 现在是中午的12点37分 那今天的午餐厉害了 除了早上的麦香 再加上一个杯子蛋糕 以及优质白饭 原价15元 但是它特价再减4块 变11块 好 我们明以食为天 那食物最经典的就是白饭 午餐就吃白饭 OK的 白饭配奶茶 没有问题喔 马上吃一口 很久没有细细品尝纯白饭了 因为通常吃白饭会配小菜 配汤 今天这个纯白饭 还OK 也不知道讲什么评论 那我们来吃吃看白饭配杯子蛋糕 欸? 欸? 很搭欸 等一下 这应该不是饿过头所以很搭 我再试一次 白饭 杯子蛋糕 因为杯子蛋糕甜甜的 那这白饭主要就是添加饱足感 但是杯子蛋糕甜甜 所以吃下去 会让你的饭变得甜甜的 应该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 这样搭配蛮特别的 而且不难吃 好 还有一点饮料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 一百元 全家是三餐 午餐之旅 一百元 吃完 一粒饭粒都不正 我们不能丢下任何一颗饭粒 蛮厉害的 白饭 真的很厉害 完全有饱到 午餐出乎我意料的有饱到 OK 那目前39加10块加11块 总共60元 我们晚餐还有40块的扣打 然后再加上还剩下三个这个杯子蛋糕 OK 好 那现在是下午4点9分 我有一点点饿 所以我就再拿了第三个杯子蛋糕 起来吃 但卖香奶茶我想留到晚上 所以就是吃这个杯子蛋糕 OK 这样下午有点饿 还有一个点心吃 不错 那我们进入晚餐 看看晚餐要吃什么 好 我现在晚上8点02分 今天的晚餐厉害了 一口爆浆馅饼35块 一口爆浆馅饼35元 所以我们今天总共只花了95元 蛮厉害的 好 那我还有卖香奶茶 跟两个杯子蛋糕 123456 它里面有6颗喔 吃吃看它的爆浆馅饼 有没有很爆浆 欸 酱汁的量其实还不错 有出乎我的意料 我以为会很干 但是酱汁的量其实蛮够的 咸咸的 那吃起来的味道有点像是 早餐店的一口饺 但是它加大 然后皮加厚 然后更烫一点 嗯 不错不错 OK 那我们还有两个杯子蛋糕 一个奶茶 我们马上进入今天最后的 100元 全家吃三餐晚餐之旅 好 吃光光 全部吃光光 今天的心得 特别了 我觉得非常的不错 莫名其妙的 我觉得这一次的挑战 这一次非常成功 首先我觉得这个晚餐 一口爆浆馅饼 相当不错吃 相当好吃 然后杯子蛋糕包含了 早餐 午餐 点心 跟晚餐 最后一杯麦香 慢慢喝 也是可以撑过吃饭时期的一整天 其他时间都喝水啦 那我觉得今天的挑战 非常好玩 非常成功 当然三餐都不能说吃完之后 会很饱啊 撑肚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但是这样子 绝对一天 你一天今天的能量 绝对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你不会突然间工作工作到一半就昏倒 因为你有吃一些东西 所以没有观众主 没有泡面也可以100元吃三餐 这次的100元全家吃三餐 还包含了点心 我真的觉得非常棒 所以这次的X力气化之100元全家吃三餐 还附加点心 成功 虽然不会让你感到非常好 但是绝对也不会饿 有吃到饭 有喝到饮料 有吃到杯子蛋糕 还吃了五个 分成四顿 最后还有爆浆馅饼 我觉得非常赞 好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次的成果 那如果各位想要再看到更多100元挑战哪里吃三餐的话 或是其他不同的便利商店系列 各种各样的系列 好玩的你们想得到都可以留言跟我讲 我觉得好玩 喜欢我就会拿来拍 我是李远近 喜欢这个影片帮我订阅这频道 按赞 开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没错 之前有人在影片底下留言跟我说 要我挑战100元吃7 就是100元吃便利商店系列 然后又有人私讯我的IG说 绿远近你可不可以挑战100元吃三餐啊 于是看到留言又看到私讯我就想说 嗯... 干脆就把两个并在一起 于是这一次的X力气化之100元7吃三餐 没错 所以我决定把这两个想法直接并在一起 变成100元7吃三餐 或许这是个蛮实用的挑战 蛮实用的影片 可能有很多学生或是小资组 月底的时候没有什么钱 然后又没有什么时间 只能去吃便利商店 没有钱又没有时间 能不能在便利商店用100元吃三餐 于是再次挑战100元7吃三餐 X力气化之500元吃到宝系列 全家便利商店 没错 我们平常去便利商店 顶多点个饭 点个汤或是点个饮料 甚至在甜点 但是不太会点一些有的没的 或是价格比较高的 我们都会挑比较便宜的来吃 所以我今天就决定来点一些高价位的 然后来吃到500元 于是我今天就去全家点了一些高价位 可能平常不会点的东西 来吃吃看可不可以到500元 好 那我们在吃之前 一样会量一下体重 吃完之后再来看看总共吃了多少公斤进去 然后有一个观众非常可爱 他跑来私讯我的IG 跟我说100元吃733 感觉可行 但是他想要知道7有没有办法吃到很奢华 很顶级的感觉 吃7就像在吃外面的高级餐厅的感觉 于是这一次的X力气化之500元吃7 没错之前拍过500元吃全家 但是东西的量有点太多 因为像是吃很多东西 然后把它抽到500元 所以这一次的500元吃7 我想要按照这个观众的想法 尽量选单价相对较高的 然后吃起来是感觉 诶 这个东西比较高级 比较有这种奢侈感的感觉 于是这就是今天的晚餐 没错 今天的500元吃7就是这样的东西 那这一餐总共花了506元 那我们就来一一介绍分别的价钱 跟吃起来的感觉 有没有奢华感 OK 因为7全家都有拍 所以我会特别挑一些 两间里面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像这个星巴克就是7才有的 这个这辈子没有买过 因为我从来不会在便利商店买这么贵的饮料 它叫做星巴克焦糖风味新兵乐咖啡饮料 有够长的名字 一个就99块 那我们马上来试喝看看 99块的新兵乐7版本 我想应该很多人去7都有看到这个星巴克 但是都没有买来喝 今天就来喝给大家看 好甜 喝下第一口非常的甜 但喝进去之后有这个焦糖的味道跑出来 然后是咖啡的感觉 但是超级甜 用闻的话也会闻到这个焦糖香味 以这个台南人来说 这么甜 好喝 真的是只有今天特别为了拍片才买的 好喝啊 先把饮料们都处理掉 再来是吃完整顿之后要喝的比菲多 40元 就是比菲多的味道 再来是我好久没有喝的寒天柠檬 30块 嗯 五麦五麦 五麦